今天刚好是9月3号 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74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个时刻更有时代感 而且大家更值得去想回顾 我们的先列 包括香港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都是香港土生土长的青年人才 热血人才 大家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 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抛头颅撒热血 那么今天看到香港这种情况 我相信这些前辈们 老游记队的抗日老战士 大家都很心痛 那么在今天的香港 我们看到有一些暴徒 他们所做的 很多老战士和我们讲 他们所做的这些所作所为 除了是令人发指的一些 接近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 和当年的日军 其实有一些程度上 已经都是在残害自己的家人 残害自己的香港本地的人民 包括前两天我们看到 在太子地铁站也好 在一些街头也好 包括一些游客也好 香港本地的长者 还有其他的朋友 包括一些外国的朋友 也让他们无差别的这种 迫害和欺凌和虐打 那这一种和当年的日军 那种暴行呢 其实越来越接近 这个是大家很担心的 所以我们非常呼吁 强烈的要求 特区政府 尤其是执法部门 警队啊 全香港的市民 都应该全力支持 我们的警队 我们的执法者 我们的政府 尽快地平乱 尽快地依法 对所有施暴的这些人 欺凌其他的人 不管他是谁 不管他穿什么衣服 不管他吃什么政治理念 都应该依法办事 将一些暴徒呢 绳之依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